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介绍了这么多的美国公园 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美国公园里有卖东西的小商小贩呀 这个问题的确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之前甚至还有人问过我 你介绍的小区里都是房子 怎么没有临街商业和抵商啊 住在这样的小区里生活能方便吗 为此我想围绕公园的设施与管理的问题呢 继续再做两期视频 今天呢想跟大家谈一谈 这么一个新的话题 就是美国的公园里 为何很少看到小商小贩 于是呢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叫 Found Park的公园 这个公园呢 也是Alexandria这个小城中的几十个公园中的一个 因为周末有活动 所以今天来到这个公园里的人呢 已经超过了万人以上 对于一个只有十多万人口的小城 有近万人聚集在一起参加一个活动 可谓是声势浩大了吧 如此活动 如果在中国人的眼里 不仅是一次休闲活动 更是一场商业盛宴 尤其是对于那些卖服装鞋帽 日用百货 雪糕饮料 儿童玩具的小商小贩们而言 应该是一次赚钱的大好司机 但遗憾的是 我们在美国的这个公园里 几乎没有看到有任何小商小贩 在这里经营和卖货 我们看到的只有各个家庭围坐在一起 或聊天 或吃着自己带来的食品 小孩子们呢 则各自玩着自己带来的玩具 玩着自己喜欢的体育活动 这种状况 的确给我带来了一些认知上的差异 表面上看 没有小商小贩的商品买卖 游人们呢 就会觉得很不方便 尤其是小孩子们 也失去了吃喝玩乐的商品呀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没有小商小贩 至少也给这个公园会带来如下好处 一是就是不吵杂 大家知道 只要有小商小贩 就会产生各种吵杂的叫卖声 二是不凌乱 因为一旦小商小贩进入 就会产生相应的连锁反应 其他的各类小商小贩都会进入 这样呢 导致整个活动的主题呀 就会分散 尤其是在这个活动中 还有一些像音乐 还有一些表演等等 第三就是不卫生 众所周知啊 只要这个公园里面会进入这些食品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小商品 就会带来一些污染 并且呢 还会产生不少的买卖纠纷 尤其是我事后看到 整个活动散场后 地上没有一点垃圾 也就是说 我的地盘 我做主 我自己打扫我自己的地盘卫生 这也是美国人 在公园里面保持整个公园 接近的基本素质 其实啊 我刚才谈到的公园 进入小商小贩 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只是我传统思维中的一些担忧 实际上呢 在美国 你想找个小商小贩 也真的很难啊 这主要是有两个方面的因素 所构成的 一是呢 美国人绝对将商业与生活分开 商业与居住分开 记得有这么一个广告词 没有买卖 就没有伤害 其实啊 民众不喜欢 不买你的东西 也就没有小商小贩 所生存的环境 在美国人的居住小区里 是绝对不允许经营小买卖的 记得自己住的一个地方附近 有一块很好的空地 政府呢 一直想招商 做商业中心 周围的住户坚决不同意 他们认为 如此近距离的设立商业中心 必然会影响他们的宁静生活 甚至带来社会治安方面的危害 为此呢 政府也只能敢做其他用途了 二呢 就是美国的公园管理 和对小商小贩的管理呢 其实是有着极其严格的规定的 上期视频呢 我已经介绍了 有关美国政府对公园的管理 其实呢 美国公园呢 是不差钱的 也就是说 美国有强大的房财税的来源 确保公园管理 按期 有经费 有人员 有规划 那么其次呢 就是美国对小商小贩的管理呢 其实是有严格规定的 我讲这么几个方面的问题吧 一个呢 就是美国公园管理的主题呢 它是不变的 也就是说 美国的每一个公园 都有它的主题 而不允许掺杂其他的因素 下一期呢 我再讲一下 就是美国的很多公园里面 没什么没有什么游乐场 或者是什么唱歌跳舞的 第二个呢 就是美国公园呢 不以通过这个租赁摊位去获利 这个呢 我刚才也讲过了 就是美国公园 它有自己的管理方式 也有它自己的资金来源 所以它没有必要 去通过租赁摊位 或者让小商小贩的人进来 而通过此来获利 第三个呢 就是美国公园呢 每一个游人 他都有自觉遵守 和维护公园环境卫生的一个习惯 我想这方面呢 主要是基于规则与仔细的致力 是保持公共环境卫生的一个基础 第四个呢 就是美国人呢 都习惯于去公园 自己带食品 因为美国人吃的食品呢 大多是方便食品 所以他们很简单 也很容易打包 只要在公园里把这个毯子一泼 那么就可以一家人没在一起 吃一个自己喜欢的便餐 如果你真要想吃好的 或者吃大餐的话 你可以直接上饭店里去吃 第五个呢 就是美国人 很少有人去做这么一个小商小贩 为什么美国人 没有人去做这个小商小贩呢 这里边呢 是有这么如下几个原因吧 我先谈谈第一个原因 就是美国对小商小贩的管理 它有严格的条件限制 你首先要是无业 或者是低收入家庭 这个无业和低收入家庭呢 美国是有数据和资料来证明的 所以呢 如果你具有这个无业和低收入 这么一个资格 你才能够去申请 去办理这个小商小贩的一些手续 第二个呢 你要做小商小贩 不是说你随便到哪里 搞几个服装 搞一些百货 就到任何地方可以买派的 因为呢 它需要办理执照和相应的保险 第三个呢 实际上美国人办理这些手续呢 并不是很快 所以你要办一个 这么一个营业执照和保险的话 需要很长的时间 有的甚至会需要几年 第四个呢 就是美国人对做小商小贩 无论你做任何生意 它都需要考核你的职业技能 也就是说你做任何买卖 它都是有一定的职业要求的 可能这和我们做一些买卖的要求呢 是有不同的 第五个呢 就是无论做什么买卖 美国人呢 他都认为要防止同业竞争 限制数量 也就是说 同样的一个生意 它为了保证 避免同业竞争呢 它会限制这个数量的发展 试想啊 如果这个地方你卖服装生意很好 或者是你卖食品的生意很好 大家都去做 那么必然会扰乱这个市场 而且呢 会导致整个市场持续的混乱 另外呢 真正的美国人 是没有人去干这种辛苦活的 起早贪黑 还要进出货 相当劳神费力 在美国呀 也有干这些小买卖的 其实呢 大多是墨西哥人 甚至有很多华人 因为他们呢 会从不同的渠道 进到一些商品 但是这些商品呢 通常他们会在周末呀 举办一些 我们叫市场集会 那么这样的市场呢 通常会选择在 大型的这种停车场举办 也就是说 每个周的周末 会有一些商品集市 那这里的商品呢 一般都是自产自销的 有一些工艺品 或者是自己设计的一些小商品 另外呢 我们也经常看到 还有一些中国人呢 可能愿意在自己的院里种菜 把菜呢 拿到市场上去卖 这个在美国的小镇里边呢 是很少有这种现象的 这种现象呢 通常会在 像洛杉矶呀 纽约呀 法拉圣啊 罗兰港啊 这些地方呢 可能会有一些 但是实际上像 我在这里介绍的 美国小镇呢 是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再有就是 如果我们讨论 为什么美国 很少有公园里的 小商小贩的这种现象 那么最大的一个因素 就是会涉及到 儿童 或者我们说的是孩子 因为美国人如果到公园 必定是带两样东西 一个是狗 一个是孩子 因为在美国人的心中啊 对孩子 具有极其规范的管理 一是美国人对孩子的吃喝玩乐 舍得投入 无论是家庭的收入高低 美国的孩子家里的各种东西啊 都是应有尽有 以后呢 我会专门做一期 关于美国孩子的 方面的一些视频 第二个呢 就是美国人对孩子的素质培养 相当重视 这里呢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个就是家庭 一个就是学校 一个就是社会 那么三管齐下 就会从一个立体化的角度 营造出一个 让孩子们健康成长的环境 让美国的孩子们呢 在具有自信的同时 也有了对别人 和对社会的一种关爱之心 记得自己啊 每次遛狗进出 如果遇到邻居家的小朋友 哪怕只有三十岁 他们都会主动和我打招呼 如果他们想接近 或者想逗一逗我们家的狗 之前呢 他们也都会先征得我的同意 可见呢 培养一个孩子 首先需要培养一颗 有善良的心 于是呢 从别人的角度出发 去考虑问题 让对方呢 舒服 让自己呢 无憾 记得去年在美国过万圣节 因为美国过万圣节啊 小孩子们呢 都会挨家挨户去讨堂 在万圣节的前夜呢 当你听到敲门声 打开房门时 总会听到孩子们大喊大叫 Tick or cheat 这就是万圣节的传统 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在万圣节里啊 如果你不给糖 我就捣蛋 因为我们这个小区的小孩并不是很多 所以我准备的糖呢 也不是很多呀 当我准备把我的糖 递给这个小朋友的时候 这个小朋友突然发现 我的糖太少了 他反而把他所收到的糖 反给我 往我的这个盒子里边装 他的这一举动啊 真的让我既无语 又感动 所以啊 在美国的小孩啊 一般都不会娇神惯养 应该绝大多数呢 都非常有礼貌 基本上没有什么熊孩子 因为在美国呢 你无论是家门口的 或者公园里的公共设施 即便是去超市 门口摆了很多很多 没人看的东西 实际上呢 美国小孩都不会轻易激动的 因为在美国小孩中呢 我个人呢 发现了他们有五步 一呢 就是不能说谎 二呢 就是不能没礼貌 三呢 就是不能偷东西 四呢 就是不能歧视人 五呢 就是不能搞破坏 关于这五点呢 有时间呢 我们再做强细的介绍 当然了 有朋友会问 你不是介绍公园的小商小贩问题吗 怎么又扯到小孩这么身上了呢 其实啊 那么公园有没有小商小贩 是与孩子的消费习惯和基本素养有直接关系的 总之吧 美国公园里没有小商小贩 无外乎呢 就是这么几个原因 一是呢 美国人没有人愿意去做小商小贩 二是呢 美国政府对小商小贩的限制还是比较严格的 第三呢 就是公园没有必要引进小商小贩 第四个呢 就是美国家庭不欢迎小商小贩 第五个呢 就是孩子们不需要小商小贩 那么这些呢 也就基本解答了各位朋友所关心的这个问题 说的呢 不一定全面 请给我们参考吧 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的视频呢 也就先播放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如果各位还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 也可以私信我 我将尽力给予解答 为了及时和不错过观看每一期视频的机会 再次欢迎各位订阅转发和点赞 让我的每一期视频都能串联起你的每一次联想 如我一同共同寻找智慧的光芒 感谢观看